大家關注的焦點我們可以看到都在立法院 主要就是立法院在今天要處理國民黨團民眾黨團 提的國會改革相關的法案 所以朝野為了搶提案的順序 你可以看到包含了藍綠白好三黨的委員 在議場門口就已經是爆發激烈的一個衝突了 甚至上演全五行 那麼在四點鐘 藍委在這邊撤夜的守候 看到了現隆界委員羅志強委員 那麼到了早上6點45分 整個議場門口就已經陷入了這個推擠 最終呢 國民黨民眾黨立委是憑藉著人數的優勢 來佔據了主席台 要試圖確保議事能夠進行 那麼可以看到在八點鐘 藍白互主席台 同時呢 在這個院長韓國瑜的部分 也是在國民黨立委護送進入到議場 在院會上午在開會之後 在處理報告事項 進行表決好這個時間點 你可以看到民進黨團立委呢 再想要來攻上主席台 再次陷入了這個衝突 那當中這位首先看到是立委預言之 那他呢這個胸口皮膚 你看到有這個 有出現一些這個紅點 那麼他說是林國城的這個 還有在這邊 林國城的手也被夾住 還有看到立委陳雲甄哥是全副武裝 你可以看到他還戴上了這樣一個頭盔 那說是金門坦克他把頭盔戰袍 今天呢都帶來了 還有呢 許巧新 許巧新委員今天帶來的直敵 他吹了國歌 他說可以投一搭的這個身心靈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在今天衝突的不斷 而且呢肢體口角從場外打到場內 日委中嘉賓甚至突圍要衝上主席台 結果直接撞倒攔截的藍尾陳金輝 場面十分的火爆 在黨推國會改革法案 國民黨保護住主席台 院長韓國瑜好不容易坐上台 但民進黨杯葛表決爆發衝突意外 中嘉賓火爆跳上主席台 被藍尾拖走 民進黨拉起黨旗和許巧新打爆推警 在黨推動藐視 國會等五大改革法案 夜宿排隊三天兩夜 但民進黨為了杯葛 開疫情人直接插隊闖異場 迎爆肢體衝突 蔡英文提名的部分 卻立委洪生汗 把自己當作人肉炸彈拼命插隊突圍 而謝龍介和中嘉賓也拉扯推擠 達到雙雙倒地 立委想搶遷到51席輪流發言 來杯葛法案表決 而雙方搶遷到瘋狂大吵 為何民進黨這麼害怕 在黨推的法案闖關 因為若是國會改革法案過關 不但能監督總統 要求他到立院做常態性國情報告 國會還能行使調查權和聽證權 而藐視國會罪則是除了國防外交的機密外 官員若是拒絕提供資料或是拒絕答覆 可以被開罰2萬到20萬元 而甚至官員須為陳述 換句話說就是隱瞞說謊能被判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所有這些貪賬枉法腐敗不堪的政府官員 能夠做到前面的聽證和調查 衝突不斷韓國瑜被迫離場休息 而國會改革能不能過關全民都在看 藉皇旗許光豪SN小組台北報導 好 來看到在立法院呢 院會今天要處理國會改革法案 藍綠白立委在今天陷入一片的混亂 先來看到是國民黨立委岳元芝 他在衝突的第一線 好 場面呢你可以看到大家不斷地推擠衝突 那麼岳元芝事後呢 說他的皮膚 他的胸口的皮膚掉了一小塊 而且聽到大門裂開的聲音 他就說立委林國成一度手被大門給夾住 我們來看到現場狀況 我如果沒有喊的話 我問你可以講一下說你這個是受傷嗎 蛤 你有受傷嗎 我是有那種皮膚被摳掉的傷 但是沒有很嚴重 沒有很嚴重 可是有沒有那種皮膚被摳掉 然後碰到水很痛 在這裡 可是這個傷很小欸 我這樣 人家會覺得 你剛才有發臉書 對 因為我想要上一屆有一個委員 就說我嚴重啊 結果太難 但是是那種就是碰到水會很痛 剛剛你是在整個推擠的最中間嗎 沒有沒有 我在門 我在 應該是門外面一兩個 門外面一兩個 所以我算是前幾個進來 前幾個進來 我覺得那時候 就是門一打開後 一直擠進來 前幾個 我離門比較近 所以我有聽到門裂掉的聲音 門裂掉 然後那時候大家真的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真的有點 大家已經往裡面擠了 如果沒有喊的話 那個門可能會倒 已經裂了 那個門已經裂了 欸有裂了嗎 因為我是聽到裂的聲音 已經裂開了 所以有裂嗎 是因為推擠的關係 對啊對啊對啊 推到裡面 然後那個林國城 你們可以訪問他手整個卡住 卡在門 被門卡住 所以如果那時候 大家還在擠的話 他手會斷 他手絕對會斷 因為門已經裂了 所以就知道那個力量很大 今天呢 朝野為了搶提案的順序 所以爆發了衝突 還有國民黨立委羅志強就炮轟 民進黨現在連排隊的禮節都不懂 大酸現在難道是在玩荒野部落嗎 這個行為就跟流氓一樣 我覺得民進黨是在玩荒野部落嗎 國民黨已經是在這邊守了48小時 排隊的禮節都不懂嗎 我們在排隊48小時欸 他到這個開門前十幾分鐘 突然就要來插隊 硬是要插隊 你設完荒野部落是不是 連排隊的禮節都沒有 你起碼有點排隊的誠意嘛 你今天既然要偷懶 對不對不用攻 也不願意向國民黨 為了捍衛我們的國會改革法案 這個48小時兩葉的業手 國會大肆地用所謂的暴力衝突的方式 來衝突已經排隊48小時的 這個國民黨 真的我是覺得實在太丟臉了啦 當家鬧是一群流氓 十分的丟臉 過程當中攻擊警察 然後這個推擠 就是在議場前已經守了48小時的 國民黨跟民眾黨的委員 我真的覺得實在太丟臉了 不管民進黨要用文攻武鬥 他們自己聲稱的啦 國民黨其實都已經做了最好的準備 也最堅定的準備 那以目前來看的話 我們就是要讓陽光照進行政院 要讓國會的尊嚴 國會的職權能夠重新的建立 所以國會改革這五法是一定要過的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MING PAO CANADA